謝謝主席有請部長 好 請楊部長 部長 現在就是網路 你好 早安 我們現在網路是非常發達 尤其是說我們 尤其是我們台灣人是一個很忙碌的 這樣的一個生活方式 所以我們常常會依靠網路 或是手機 去做我們一般的生活上的行為 譬如說我們在購物的時候也是這樣 然後計程車 我自己要訂我的花蓮的交通票 也是用手機或是用網路來訂 但是呢 像這樣的一個方式很方便很簡便 可是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就是在網路購票 或是進行交易的行為的時候 會發生許多的糾紛跟詐騙 尤其是檢察官也有提出相關 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前一陣子消息會也有說過 就是網路環境存在的極大的這種不對等 尤其在這個有自由的度 跟提供匿名的這個特點 跟網路是非常有關 而且尤其是消費者在上網購物的時候 其實要提供自己的真實姓名 聯絡地址電話 銀行帳戶甚至信用卡號 我們常常在做這樣的交易的時候 會發生一件事情 賣家要提供這些資料 可是呢 賣家卻不清楚 買家卻不清楚 那個賣東西的是誰 所以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網路的交易的 這樣的安全的環境 其實已經是有很大的漏洞 尤其是給那個心懷不軌的 像詐騙的這個騙圖 跟缺乏信用的人 所以我們其實也會發現就是 我們在網路上也有未成年的這個年輕人 去買賣危險物品或是情色物品 或者是說還有人頭買賣的問題 尤其是我們花蓮 過去一直在吵的 我們的一票難求 就是因為有人頭買賣的問題 所以導致說 現在真正的想要回家 買票回家的人 都一票難求 沒有辦法順利回家 為了要解決像這樣的一個問題 目前很多的網路的交易平台 都會提供自行研發的這樣的一個認證的方式 比如說電子信箱 或是手機認證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 不只是透過網路的帳號 還要透過其他的方式 去確認這個網路的帳號的真實性 是不是賣家的本人 那也要確保這個賣家不會被駭客盜取帳號 然後進行違法的交易行為 那這些我們看到的全部都是企業 或者是這個網路交易平台的自發性的行為 它不具有強制跟公信力 也很難形成這個買賣雙方的信賴的基礎 因此呢前陣子也有委員提出 那我相信也有很多 像那個交通部也有提出實名制 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本席認為在這裡喔 我們的解凍的專案報告的第17項 應該要在這個推動的方面 納入這個實名制的這樣的一個計畫 本席這樣的建議請問一下 部長您同不同意 OK 那個是一個商業行為 我們科技部主要還是發展科技技術 至於後面的一些法律規範 或是一些人為規範 可能還是要用另外一個辦法 那科技部主要是技術嘛 當然自通安全網路自通安全 也是我們研究的這個範圍裡面 那個我們會多做技術上的開發 至於你剛才講的那個 那個各種不同商業模式 或商業行為的規範 可能還是要另外一個辦法來訂定 我當然知道就是 部長一定會提到這個是屬於商業的行為 不過在這裡首先要強調的一件事情就是 現在的網路的消費 其實已經有很多的糾紛跟詐騙 如果可以藉由實名制買賣 雙方就可以更確認彼此的身分 也能夠對彼此的這樣的一個交易的保障 有更加的一個安全性 那4G這個東西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基礎建設 那現在台灣的4G的環境已經逐漸成熟 而且呢智慧型手機幾乎人手一支 那另外呢也應用在更多元的方面 像電信公司 電信公司就可以開發提供這個對外運用 像這種實名制的這種多元服務 另外呢也可以應用到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火車的購票的方式 現在是我們欠缺這樣的一個技術 那我們如果可以透過實名制 我們花東地區的台鐵車票 就可以服務到真正的需要的人 我們現在花東現在是試辦用U 用V這種方式 但是呢有沒有辦法能夠更精確的 讓真正需要的人可以買到他真正的需求 那因此呢既然台灣有這麼多的電信商 電信的廠商 你們能不能提供這樣的機會 觸發虛擬實名制的這個認證機制 我現在要提供 我現在要建議的就是 剛剛部長有提到 雖然這個是各個商業的這樣的一個交易的方式 可是呢你們可不可以在你們的這個計畫裡面 提供一定比例實名制的相關的這樣計畫 讓我們的電信公司可以成為這個領頭羊 去觸發虛擬的實名認證機制 OK 好 我們看看是在我們那個管理部門 是不是有一個這樣的研究 是在這個電子商務的各種商業模式 到底是不是 當然我們電子商務有些是為了這個 擴大它的服務規模 擴大它的商業規模 有些東西當然在某一種程度的時候 規範就會出來了 你剛才講了 但是這個會不會影響 譬如說台東有人說是觀光客的問題 是不是有些影響 那我們看看是不是有可能 我們這個折承管理部門 是不是有個可能去捨位一下 到底這個實名制的對商業模式的進展 是不是有哪些需要多一些規範的地方了 因為我們你知道商業 現在電子商務是發展非常蓬勃 像這個不管是哪個什麼淘寶網 他們是以做大為主 到最後還是會有一些這個弊端出發生 那個弊端怎麼去處理 讓又不影響電子商務的推進 但是又有好的遊戲規則 讓大家有安全的保障 我相信這個是應該中間有一個平衡點 這個我們看看我們是不是有機會 讓這個各種不同的模式弄出來以後 有對以後的規範提供一個好的建議 這個倒是我們可以做了 因為現在日新月異 我們這個網路4G像這樣的 我們可能未來還要發展出好幾G 如果我們現在沒有做出 關於這樣交易方面的 或是其他有必要需要到實名制的 這樣的一個平台跟認證的機制的建構 我相信未來這樣的糾紛跟詐騙 是防不勝防 所以因此也希望科技部在這裡 能夠提供一定的比例 讓這個我們的電信公司 因為基本上我們非常清楚 電信公司在這個資料的安全 其實還做得蠻完備的 可以提供這樣讓這個電信公司 當作一個領頭羊 好 我們看看那個商業 或是這個管理模式 是不是有它理論上 跟這個實際應用的基礎 做一個好的規劃 讓以後經濟部 或是電信公司推展的時候 有個參考依據 那這樣子部長那初步的想法 可不可以也提供 提供本席這邊一份的這樣的一個報告 尤其是你們發的那個實名制 沒有錯 當然其實實名制的東西 不是只是用在火車票或是購票 我們可以先去考量說 哪一些的交易的行為 需要用到這樣的認證 那本來交易就是應該自由流通 但是也有一定的規範的必要 對 就是這個要 我說就是要去研究一下 理論跟這個實作之間 要有一個平衡點 是 那就麻煩部長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港路這個 無言的指教 好 謝謝港路